于是啊,这皇后就佯装自己啊,病好的差不多了 跟这皇上说,咱们走吧 可是啊,刚要动身啊,这皇后可就不行了 就在回乱到德州的船上的时候啊 这皇后崩世了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感谢您的这大过年呢,还在书场啊,听我说书 今天啊,咱们要说这回眸啊,热闹了 那今天咱们要说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说呀,这乾隆皇帝的白月光 孝贤纯皇后 她驾崩了 那咱们并不是啊,要讲这妇察皇后的死 咱们主要的,还得是讲着妇察皇后 死前和死了以后的故事 那么说这孝贤皇后,她活了多的岁数呢 这孝贤皇后啊,活的岁数可不成 她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 那一年呢,按公里说应该是一七一二年 那么她是哪年死的呢 她死那年啊,是乾隆十三年的三月十一日的亥时 功力呢,应该是一七四八年的四月八号 她死在啊,陪着乾隆皇帝 以及这个老太后啊,东巡的路上了 也当然了,那是回来的路上,哪儿啊,济南 这死那年呢,按说正在壮年 这皇后啊,才三十六岁 那年乾隆皇帝啊,三十七 那么说,这正宫国母皇娘怎么就好吗? 爷儿的,年纪轻轻的就没了呢 那说到这一点呢,跟这个孝贤皇后的孩子们可就有关系了 这傅茶室啊,嫁进宫来 要说呀,跟这个四皇子弘历 感情那是非常好的 您别看的这两个人啊,虽然没出宫单独见府 但是啊,即便住在宫里 住在圆明园 那也是啊,没有人给这儿媳妇气受 可是要说呢,这傅茶室啊 在子女方面,那还真是不顺序 您看啊,雍正六年的时候 这傅茶室啊,就生了皇长女 在这儿啊,我得跟您多说一句 要说这雍正年生了这个皇级子,皇级女啊 那应该说的呀,是雍正的孩子 可是咱们都知道 这傅茶室的老公弘历啊 后来他做了皇帝 就是乾隆皇帝啊 所以在这儿呢,是指着这个乾隆皇帝说 是皇长女 咱们这么交代呢,他也不算错 这儿啊,我还得给您说一个听书的小技巧 您一听啊,这孩子呀 被称为皇长女 没封号 得,肯定是啊 生下来寿数短,没活几天 果不其然呢 乾隆皇帝这位皇长女 两岁,要是算天啊 还不到两岁,就夭折了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身始,这傅茶室啊 又给弘历生下了皇二子 永连 您可别看这孩子呀 在这个乾隆皇帝 皇子的叙齿当中 他排在第二位 可是他萝卜不大呀 长在被儿上了 怎么呢,因为他可是嫡出 傅茶室这儿媳妇啊 那可就是人家雍正皇帝千挑万选 在众多秀女当中选出来的 并且还有民间传说 在投选这秀女之前 这雍正皇帝在古北口大营当中 就见过这位傅茶室的小姑娘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傅茶室的爸爸李荣宝啊 那会儿在古北口大营练兵 这雍正皇帝突然驾临古北口大营 那为了是检查房屋 在这过程当中啊 他就发现这傅将李荣宝这闺女呀 不但是书画俱佳 而且呢颇有见识 所以就非常喜欢 于是呢 在以后的选秀当中就格外的留意 大家这傅茶室选秀进宫之后 只还给了自己的皇位接班人 就是这个老四红利 这皇上爸爸亲自给红利选的敌附近呢 那就是以后的皇后 所以说这准皇后诞下南婴 您想啊 这皇老爷子他能不高兴吗 这可是自己的亲孙子 以后的小小皇帝啊 老皇上雍正啊 就亲自给自己这孙子取了个名字 叫雍脸 这脸字怎么讲啊 脸呢 代表宗庙重器的意思 那这秃子脑袋上的狮子 这不明白着吗 那就是有啊 让这个红利他们这爷俩 连着番的继承大统的意思 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这雍正皇帝啊 加崩了 这四子红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的这个嫡子啊 也是非常的喜爱 并且随着这满清的皇族啊 汉化成都越来越深 这乾隆皇帝肯定也是想 立嫡子为太子 可是呢 这雍正皇帝总结了一套秘密立储制度 还得呀 这个法从救治 所以说呢 这乾隆啊 他有意立这个永连为太子 也不能明这书 只能写下一篇诏书 偷偷的放在这正大光明匾的后边 这块正大光明匾啊 可不是圆明园那块 这儿啊 可是乾清宫的正大光明殿 在紫禁城里啊 哎 在这期间呢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这傅茶室啊 还生下了皇三女顾伦 何敬公主 哎 这是傅茶室皇后啊 唯一闹起的孩子 这公主啊 虽然远嫁克尔亲 可是她活得了六十多岁 在那年头啊 这寿数 她可就算长的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 就在乾隆二年 年仅九岁的永连啊 早腰了 这一年啊 对于傅茶室皇后而言 悲喜交加 这喜从何来呢 这喜呀是 好不容易 给这老公公啊 守完了孝 这乾隆皇帝终于在这年 策立了傅茶室为皇后 告绩了天地之后啊 这皇后啊 算是有手续了 可是即便多少的喜悦 也弥补不了 这傅茶室皇后 失去爱子的痛苦 自此以后 这傅茶室皇后 身体一直就不是很好 这老天爷疼喝人呐 乾隆十一年的时候 这傅茶室皇后啊 又有了身孕 这乾隆爷爷 他自然也是非常高兴 就因为啊 这孝贤皇后怀孕 这本来呢 这乾隆皇帝 为皇后而恢复的亲残礼啊 刚刚举行了两年 可是今年不行了 皇上不乐意了 不愿意啊 让怀有身孕的皇后 去这海子边上啊 主持亲残大礼 于是就遇礼部 这这浅妃嫔的 带皇后主持 可是啊 这乾隆皇帝的手一哆嗦 还就出了错了 本应写啊 浅妃嫔 这乾隆皇帝 写成什么呢 写成啊 浅妃内艺人 本来啊 这面子不够 应该是妃嫔们 一帮人干的活啊 这皇老爷子说呀 只能浅艺人去 哎 这下礼部犯愁了 也不知道啊 当时在妃位上的 贤贵妃 纯贵妃 嘉妃 渝妃 这四个人呢 派在谁去 哎 这真不知道 因为没有记载啊 那我个人认为啊 后来的季后那拉市 贤贵妃的可能性 很高 皇后娘娘 不但没去主持 亲三大礼 并且呀 这乾隆 也没像往年的惯例一样 在这个上元节呀 到这个圆明园的 山高水长处 去观开焰火 而是选择了 老老实实的 在家里待着 在紫禁城当中 陪伴着 怀了孕的皇后 哎呀 人家小夫妻这日子呀 咱们听起来呢 简直就是 秘里调游啊 这果不其然呢 不负众望乾隆十一年的四月 初八日子时 这傅察氏皇后 又诞下了一位皇子 这就是皇妻子永从 皇上皇后 包括老太后呢 自然是心里高兴 可是转过年来呀 这皇后又有一件糟心事来了 这顾伦和静公主 也就是这皇后娘娘的 亲闺女啊 被下嫁给了 克尔沁草原 伯尔吉吉特氏 辅国公 色不疼巴尔诸尔 哎呀这皇后这份难过 就别提了 自打这闺女一嫁走啊 这天天想天天念 可是啊 这祸不单行 福无双至 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 刚刚生下不久的 皇妻子永从 因为初天花 哎 夭折了 皇后在后宫当中啊 这一下子就崩溃了 那是一病不起啊 这老太后 我皇上就紧在这劝 他们安慰这皇后说呀 你身为正宫国母皇娘 正牌的皇后 后宫啊 皇上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夭折一子啊 不要太难过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啊 伤了自己的身子 哎 您想这亲妈 她能不难过吗 哎 这身体急坏了 也只能是慢慢的调养 这永从啊 刚刚死了不久 这会儿啊 正是年头年尾的时候 这皇后娘娘 就跟这乾隆皇帝说了 说我呀 梦见神仙了 我就梦见老娘娘了 陛侠援军呢 她显了胜了 这乾隆一听啊 她心里正不知道啊 怎么安抚这皇后娘娘的心呢 于是啊 她一拍大腿 就跟这娘娘说了 那既然这样啊 我就带你啊 去还还院 咱们去哪啊 咱们去这个 陛侠援军的道场 泰山之巅 咱们就当啊 打了一个春围 这样啊 对你的病啊 也有好处不是啊 皇上要干什么事啊 那肯定是干净麻利脆 乾隆十三年的二院 复查皇后和这乾隆皇帝啊 就踏上了东巡之旅 祭过了泰山 拜过了老娘娘 这一路上啊 还算顺利 到三月份 该往回走了 这往回走 到了济南的时候啊 不行了 皇后啊 偶感风寒 不能再走了 需要调养几日 于是这鸾架 就扎死了济南府 就等待着皇后 痊愈之后 我再开拔 或者是呢 好转一点之后 再走 这再往前走一截啊 也就不用车马劳顿了 为什么呀 到了德州啊 这轮架就上了船了 一走水路啊 自然就不是很颠簸了 坐船 它必然是平稳的 那这皇后的病怎么样啊 要说啊 这皇后的病啊 它美好 虽然这几天呢 心情不错 可是啊 这丧子之痛啊 一直在这心里边营绕着 并且这路上啊 又染了风寒 这属于什么呀 这就句俗语说的好 叫黄儿郎 担咬病压子 可是这皇后啊 不想在济南呆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轮架呀 在地方上呆一天 那对地方上就是骚扰 并且这地方官员呀 得想尽了办法 让这皇上高兴啊 据说呀 这回回轮路上停留济南啊 这乾隆皇帝 广是这暴徒权 已然游览两分了 于是呀 这皇后就洋装自己呀 病好的差不多了 跟这皇上说 咱们走吧 可是啊 刚要动身呢 这皇后可就不行了 就在回轮到德州的船上的时候啊 这皇后崩世了 那您可想而知 这乾隆皇帝 她能不难过吗 她是那鸾架呀 和老太后先回京城 她呢 则亲自护送了大型皇后的遗体回京 并且呀 就因为这皇后 她死在了山东 乾隆皇帝发誓 这辈子再不进济南城 怕的就是重游故地 是堵物私人 咱们今天说的这段啊 关于这孝贤皇后的死啊 是正说 不过这野石笔记所载 可和这个说法啊 大不一样 得嘞 今儿咱就到这儿 明天啊 咱们该好好的聊聊 这野石了 我呀 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